您好 想弄点啥 老板 我今天想过来鉴定几块银银 鉴定几块银银 拿来了没 带来了 在手上 这也不知道究竟能值多少钱 能值多少钱 帮我搂一搂 从鞭齿上看的话 应该都是老的 对 这个是八十多岁的搂搂 这是给我们留下来的 给你五块 对 如果说老师现在还在的话 应该几年应该拔着把揪了 老人家一辈子腿上春扑 胸扑上腿上解尖 我先看看 行 你看看吧 在最困难的时候 这几块银银 他都没舌了群迈 那参加宝 为了参征下去 因为他对他麻痹肝性比较好 所以说把这 为金油的几块银银 都给他老妈了 然后老妈又穿到屋 这说实话 首先跟你说一下 你这刚才你也说了 你看你姥姥给你的 对 这还需要看真假吗 我给您说 咋回事吧 还有一个汤地 在外边干大声音乐 前两年上海甲去了 飞在100块钱一块给我拿粥 我现在说实话 我对这行情也不是太东 100块钱一块 要把这几块银银给你拿走 对啊 当时就甩了我500块钱 还是家里边的爱人 他烂了一把 他说我这些东西 是捞一辈溜了 不能乱买 不能乱卖 那说句实话 谁缺那屋 你这话说得很对 你所声话 咱这又放又扯 对不对 咱又存放 那500块钱 谁在乎那一叠消钱 所以说我都躲了一个洗衫 照着假那边人认话说 都得过来看看 到底值多少钱 到底值多少钱 对 你是想 就不是来看真假的 你是这样 你是主要是来估价的 大概意思是这 能呢 老师 咱抽话先说 老钱都 你给我看好了 对不对 我也不睽待你 我也知道这一行的诡局 对不对 咱不如我跟这乱问 没必要 没必要 我现在给你说一下 你幸亏没给你那个堂弟是吧 对对 堂弟 你这堂弟咋说呀 因为毕竟你们是亲戚 你还亲着呢 对吧 所以说你们关系好了 别说是给你五百块钱 就是一分钱不给你 那你可能说送给他 那都没啥说的 但是你要说论价值呢 那五百块钱远远不够 你别说买这五块的 你就随便挑一块最便宜的 你五百块钱 也买不到 你说这话 一定不夹 你看你这里面有两个大头 两个战人 一个大清宣三 对 这个大头呢 和战人 他们价格都差不多 像这个市场价 现在也就一千多块钱 一枚 一千多块一枚 然后这个会贵一些 这个我刚才看了 这个品像 龙这一面 非常非常漂亮 还是老包姜 那这边确实有一个 你看带字的戳 这个戳值是龙 也是一个龙质 龙质戳 可能它的价值会有影响 这个 你不得大几千块钱吗 对不对 也得值个大几千 这五块加在一起 那肯定是一万多块钱 没跑 那你 别说过完了 一万五左右吧 差不多 说实话 你们认识了 我这是二十年多了 我知道 可能还都百十块钱一块 那是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 谁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对 你二十年前 它确实一两百块钱一块 那你现在 不能跟二十年前比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我只能说 给你说一下价值 你具体给不给你 堂弟 那得看你自己 看你们的关系 对不对 那这样吧 老板 我自己也都给你头了 也不像 那又想那 你确定想一下 刚才你也说了 这是你姥姥给你留下来的 老人留下来东西 说句实话 真不容易 这都得几代人 才能留下来 那也 你考虑一下 你要真是缺钱了 你可以拿这东西卖 咱说句实话 你真是不缺钱 你拿这东西卖 说实话 名誉也不好听 那行 你看一下 谢谢老板 行 啥时候你要想出手 你再过来找我 好好好 行不行 非常thank you 行 那就这样说 好嘞 再见 再见